带您一起来关心这起发生在大年初二的凶杀案 警方调查了解 绰号阿龙的男子 清晨带领了约二十多人的小弟 前往了南屯区的招待所 表示要先来拜年 没想到已经到室内后 绰号阿龙的男子和庶民手下 把原本待在招待会所大厅的陈姓男子 约到休息室谈判 没有多久双方在休息室发生冲突 陈姓男子当场被砍杀到脏器外露 倒卧在休息室的血泊中 这起案件是假拜年 征询筹码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有人讨论破裂之后 就发生一些声响 那在外面这个被害人这边的一些朋友 要进去调理事情 然后里面的人就出来了 手上就持他们杀害这个逝者的刀线 那也有人拿着一个类似 玩具枪 我要玩具枪的部分 去鹤立照外谜的这些人 不要有所动作 然后他们才做逃逸的动作 那是不是确切是有一个组织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脚头 什么我们需要在正式 根据警方说法 诚信死者与胸脚阿龙 原本两人就互相认识 疑似是因为分赃问题 请冲突 就在大年初二 带了约二十多人 前往死者的招待所 入内寻仇 整个过程只经历了五分钟 而详细的案发原因 还有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